中遠 verdad He Chat 現在緣ieurs 尋陸師 我們那個醫師或是中盞患兆內的人 colabor人非常感興趣 但與其說是不興趣 更可以說是人類最根本的очки不穿衝動 我認為醫師擁有非常模糬的記憶 直觀的情感 獨立的詩詭 但卻與群體之間有非常強烈的聯繫 我們很難用一種很簡單的句子或是文字去描述它 因此在我的作品當中 常出現一些片段的符號與文字 而在色調方面 我們會使用一些比較炫悟的色彩 因為意識 它其實是一個群星的未知的想像空間 關於我的創作理念 我喜歡將日常生活中補助到的感性元素 作為我的創作題材 我喜歡引用的美材是雅克力 因為它全新顏料具有透明性的特點 能讓我在畫面上重複的顧感 在看似同一個色調中 卻運攬很多的細節 而這些層次裡面的小細節小色調 就是我對於日常生活的第一個回應 每天安這個系列的作品是在中央美院交換的時候所做的作品 那它記錄了非常多 在那個時候對畫感受到的衝擊 然後想像 然後最佳的歸避 我把畫布當作是一個代替 把圍都放進去 我從這段開始在處理一圈的肖像 然後一直到有場景 然後人物還有整個事件背景的產生 它其實都是隨著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還有思考的一個歷程 去做場景的狀況 對現在的我而言 這些畫面中的全圖像 其實有時候它不只是單純在描繪 我所觀察到的一些課題 其實是映照我自身的一個出境 我在觀察的過程中 其實雲春它真的蠻多在映照認著處境的 就是他們的主人 或是他們身邊出現的這些人物 幫寵物辦生日Party 那我會覺得 雲春他們看起來真的是一段蠻快樂的關係 大家再仔細想一想 或說其實是人自己的自導自演 或是寂寞的宣揚之類的 這其實讓我對狗 以及就是人跟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更多的恐懼或是疑惑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